公車正準備右轉 但是轉交有一名路人 想要橫跨馬路到對面 双方都沒有注意 下一秒公車的車身 直接撞上行人 整個人慘摔在地上 還差一點點就捲進去車底 事發現場地上一大灘血跡 還有一隻血也遺留在路中央 他是穿越馬路啊 雲南穿越馬路就對了 那你是要右轉就對了 那你沒有看到他啊 29號中午12點左右 在台中火車站附近 建國路跟城公路口 65歲富人當時沒有走在斑馬線上 想要直接跨越馬路 結果公車司機一次因為失線死角 才會撞上富人 還好救護車到場時 富人意識清楚 左腳骨折送醫治療 耐性駕駛人 久車子為領 全案持續調閱相關監視器 另一交通事故處理程序 轉交通大隊做進一步的釐清 除了駕駛在轉彎時 應該要減速慢行之外 行人過馬路還是要按照標線標誌 也比較安全有保障 同一天中午在台中大理也發生 公車撞到騎士的意外 公車司機趕緊停車下車查看 男騎士的狀況 還好人沒有大礙 雙方也已經私下和解 不只司機跟騎士可能沒有注意到 前方的路況 路邊有一輛小貨車就臨停在轉角附近 恐怕也容易影響到用路人的視線 一不小心可能就會成為馬路殺手 即便新聞裡支持您在台中場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